淡水的彩末画家陈金海今年9月底获邀参展到巴黎的2015国际艺术博览会 而受到国际肯定而想要一堵大师的精彩作品 在淡水图书馆的艺文中心 这一档的展览就是陈金海的云飞花舞彩末画展 而从今天开始正式展出 有兴趣的民众可千万不要错过 山谷里云雾缭绕透过彩末的笔触 云朵的流动跃然于纸上 而另一张花鸟画中 花瓣的颜色更是栩栩如生 这里是淡水图书馆的艺文中心 而正在展出的就是淡水知名彩末画家陈金海 云飞花舞的彩末画画展 这次在这边展览的主题是云飞花舞 云的话就代表我常画山水 我主着上是在画云的部分 云有飘的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 那我时常在观察这个云的飘动云的走向 所以把眼睛手看的东西 用手笔的方法把它呈浸出来 这是我的云的部分 生水的部分 这以云为主题 云最代表我自己的东西 代表我自己的作品 流云飞铺透过默色浓淡云海间流动的轨迹 仿佛清晰可见 而色彩缤纷的花卉 花朵上浓淡的建成掌控更是炉火纯金 而细细向观展的民众介绍 云雾与花卉两项都是曾经海最擅长的主题 各展从今天开始正式展出 也吸引了许多收藏家赶来参观 进来的心得 因为大家都观赏我的东西 大概会找出我自己的一个特色 也是等于是一个代表作 所以很多朋友 很多艺术界的朋友 有些老师在鼓励我 所以我会专程 应该是把这两项主题 是等于是代表自己的作品 也是代表 看到这些东西 代表是曾经海画的 是这样 画家陈金海作品 今年入选了2015国际艺术博览会 在9月份即将出发前往巴黎参展 而想要一睹这一位在国际间刚展露头角的艺术家作品的风采 暂时将持续到8月16号 有兴趣的民众可千万别错过 记得陈伯伟 淡水采访报道